十五岁那年 我父王从他众多的女儿中选中了我 我是西州最亮眼的明珠 他要我坐上马车 越过戈壁大漠和草原 到遥远的中原去 同他们的太子成婚 我是到中原来和亲的 西州和中原交战数十年 从我阿娘那一辈开始 互通商贸 王室通婚 来之前 我学了整整两个月规矩 生怕举止不妥 给阿爹阿娘蒙羞 可没想到 太子与太子妃 都是很好的人 太子温厚 待我有礼 太子妃性情活泼 娇憨可爱 初时见面 太子妃高高坐在上座 脸上笑容可亲 隔着三尺对我嘘寒问暖 我晓得 中原女人都是这样客气又疏离的 她们管这个叫大家闺秀 我依着规矩给她敬茶 她一脸严肃地受用了 而后挥挥手 把仆人都秉退干净 我猜她是打算趁着四下无人给我立规矩 下意识捏住了一百 要论伸手 我可不怕她 若不是为了两国交好 我才不愿意驾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 可谁知道 仆人都撤走后 她挺着的腰板 瞬间松懈下来 一条腿也盘在膝上 这姿势 怎么看 怎么不向大家闺秀 她招呼我 坐到她身边去 笑咪咪道 阿珠 你会耍九节鞭吗 九节鞭 我五岁就会耍了 草原上的女人 没一个不会的 文言她的眼睛亮起来 双手一合 包住我的掌心 笑道 那得空咱们到教场去比武吧 于是我晓得 什么大家闺秀 都是人前做样子的 这位太子妃 实在是个妙人 太子进来的时候 太子妃正和我炫耀她有一匹枣红色的小马 眼封瞥见太子带进来的侍从 她瞬间坐直了 动作太大 以至于指甲在我掌心狠狠划了一道 她不着痕迹地捂着断掉的指甲 跟个没事人一样 端庄道 好妹妹 如今你来了 就该尽心伺候太子 这样吧 明天一早 咱们去接荷叶上的露水 给夫君泡茶用 我发誓 我看见太子额头上的青筋跳了一下 当然 太子只有在太子妃面前 才会这样放松 私下里 我见到的太子和旁人见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铅河 有礼 穿一身石青色锦袍坐在那里 无端让人想起中原的山 洞房花竹叶那天晚上 我很是紧张了一番 我被几个摸摸好一通梳洗打扮 洗去我两个月来的风尘仆仆 换上汉人衣裳 再盖上通红的盖头 坐在房间里 乖乖等待我这一生的夫君 身下床褥上 洒了些莲子红枣花生之类的东西 搁得人怪不舒服 摸摸说取的是早生贵子的寓意 我虽然学了两个月规矩 但打心眼里不理解这些繁琐的礼节 在我们草原上 男女婚嫁 讲究的是相互喜欢 没有一起骑过马射过箭 没有一起在篝火旁 对着月亮许事 怎么就能成为夫妻呢? 可是在中原一切都反过来了 太子是皇子 我是草原上的公主 我们门当户对 好像生来就该是夫妻 没有见过一面的人 我不喜欢他 也不指望他喜欢我 我们怎么可能早生贵子? 我觉得中原人太注重规矩 反倒忘记了爱情的初衷 就这样等了好久 太子终于来了 他掀开盖头 在烛光下默不作声地看着我 我也借着月色悄悄打亮他 我的夫君 他既不黑 也不像我阿爹一般强壮 我怀疑他是否能拉开射雕的长弓 当然 除了身体瘦弱些 他长得很好看 是那种温润如玉的好看 他的眉目很平和 浅浅一笑 衣摆如流云 太子没有同我饮和锦酒 反而倒了一杯热茶给我 开口时 嗓音滴滴的 嫁这么远 委屈你了 于是我千里迢迢怀揣着的不安 被他安抚下来 鼻头一酸 我赶紧喝了一口热茶 把眼睛里的色意逼回去 他又道 我听说你学了很久的规矩 其实在我这里 也没那么多规矩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天塌不下来 知道吗? 至于太子妃 她的话音顿了一顿 仿佛想起什么好玩的事情 嘴角不自觉当出一抹笑意 你今天也看到了 她是个不安分的 但还算实大体 有什么事情? 仅可以找太子妃说 嘱咐完这一通 太子安静下来 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话好同他讲 屋子里只剩下洗烛燃烧的臂包声 周围这样静悄悄的 我却慢慢察觉出一点羞涩 好像那烛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烧到了我的身上来 我晓得今天晚上一定会发生点什么 只是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会来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一阵 在我几乎要横下心来 主动去扒太子的衣服的时候 她又说话了 你累不累? 好好睡一觉吧 时针不早了 自然是累的 可是就这么睡 太子铺床的动作一顿 她扭过头看我 你想怎么睡 一朵红云红的在我脸上腾开 我磕磕绊绊道 那 那就这么睡吧 太子轻轻笑了一声 没再说话 拍了拍身旁的空位 示意我躺下 算起来 我一路颠簸 已有两个月没睡过整觉了 太子身上带着一股清清冷冷的味道 谈不上来是什么香 反正怪好闻的 我嗅了两口 彻底放下心来 醒来时天色还未明 房子里却有一道亮光 我揉了揉眼睛 看清楚那是一把匕首 这一下可把我吓清醒了 从床上逾越而起 去抢太子手上的刀 没有想到 她看起来瘦瘦弱弱的 力气却蛮大 我这一下偷袭没能成功 不要 小心 太子灵巧地将匕首调转了个方向 刀锋避过我 正对着她自己 我急道 你做什么要自尽 她表情略微错愕 而后笑了一下 我没有要自尽 你放心 太子从床榻上寻出一方洁白的圆帕 用刀划了手指 将血抹在帕子上 我学过规矩 自然知道这是什么 却没想到 太子连这一层都替我考虑到了 我红着脸向他道谢 太子眨眨眼 将我重新裹进去被子里 离进宫谢恩还有一个时辰 你再睡会儿 我习惯沉起炼剑 再睡也睡不着了 我躺在被窝里 将那块圆帕紧紧贴在心口 落红是假的 但我真真切切成为太子的人了 我想念草原的牛羊和风沙 也想念阿爹和阿娘 所幸太子妃是好人 太子也待我很好 草原飘来的小草 终究是要在中原落地生根了 在东宫待的时间越长 越能觉出太子和太子妃的情深 听闻她们年少相识 当初太子妃要离家出走 从家里头的杏树上失足摔下来 是路过的太子接住了她 太子妃是镇国公家的小女儿 上头有两个兄长 都在军营里任职 她耳濡目染 自小也喜欢五枪弄棒 曾有人质疑 她这样裂的性子 能不能做未来天下的女主人 可是她做得很好 为了太子 生生改了自己跳脱的脾气 人前人后 端庄贤惠 就是她实在没有下厨的天分 做出来的银耳羹 也只有太子能艳得下去 太子妃姓冯 冯月上 很好听的名字 让我想起草原上的月亮 冯老将军和我阿翁打了半辈子仗 各有胜负 现在轮到我和太子妃了 我们在麻长比射箭 她先前果然不是吹嘘 骑在那匹枣红色小马上的时候 当真有模有样 当然 她的箭术比不过我 比到最后 她气喘吁吁扔掉弓 气鼓鼓地小声埋怨 若不是被那些绣花抚琴耽误了功夫 她才不会输给我 我笑一笑 表示可以随时陪她练剑 太子妃眼睛亮晶晶地 扑上一下 又暗淡下来 她挽着我的手道 阿朱 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你就好了 我知道她的眼神暗淡什么 她为了太子 折断了自己的翅膀 但我又何尝不是呢 马场再大 也不及草原一半辽阔 我再也不能随意纵马驰骋了 太子有时候也歇在我这里 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圆过房 一个男人 愿意和你盖着棉被聊天是一回事 愿意一直和你盖着棉被聊天又是另一回事 由此我晓得她大概对我真的没有男女私情 会娶我 只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 于是我也卸了心思 和她彼此之间保持着不能说破的默契 说来也奇怪 她这样对我 我却隐隐对她刮目相看起来 我敬重她是条汉子 虽然不能避免三妻四妾 却用自己的方法给了太子妃一生一世一双人 只是敬重到头 我又隐隐约约 有一点难过 想我堂堂草原上最亮眼的一颗明珠 为了两国交好 活生生要变成一个老姑娘了 这种难过 在我生辰那日达到顶峰 太子好巧不巧 差人送了我一颗西域进贡的夜明珠 打开匣子来 照得屋子里亮亮堂堂 连蜡烛也不用点 我恼恨太子只见月色 不见珠光 最后将那珠子摔得粉碎 我狠狠哭了一场 可惜既然是政治任务 有第一桩婚就会有第二桩 半年后 东宫里新建了一位良帝 叫做沈云长 是皇后娘娘家的侄女 听说已爱慕太子多年了 沈良帝进东宫那日是十五的好日子 我泡了个热水澡 准备早早歇下 没想到太子妃却来了 她抱着一盒棋子 说是想同我下棋 我看她面色淡淡 知道她今夜大概心里不好受 果然 我的棋算是两个月速成的 竟也能杀得她丢盔弃甲 太子妃丢下棋子 扭头去看窗外的月亮 久久不言语 伴赏她道 阿珠 我们中原有句话 叫做花好月圆人长久 太子与太子妃感情甚度 自然是花好月圆人长久 我一边漂亮地回了她的话 一边也跟着太子妃去看天上的月亮 那是一轮圆月 人人都爱月圆团圆 可是一个月有三十天 月圆不过两三日 哪有什么长久呢 很久之后 逢月上问我 你和太子 至今没有圆房吧 一盏热茶被我失手打翻 我固步地被泼湿的袖口 急急站起来 这种事情 骤然拿到场面上来讲 我又羞又恼 千头万绪 不知从何说起 太子妃拿出帕子 来替我示镜衣袖 她的声音 一如从前婉转 但她的眼睛里 一丝光亮也没有 这是原是太子的错 委屈你了 我会去劝说太子 中原女人果然大度 竟还有把自己的丈夫推给别人的 只是她愿意 我却不愿意 夹在他们两人中间 算什么呢 再说了 太子不喜欢我 难道还要我脱光了衣裳 自己站到她面前吗 我从太子妃那里抽回手 冷着脸道 明珠远嫁而来 只为两国和睦 至于旁的事情 明珠并不放在心上 恐怕要叫姐姐失望了 太子妃叹了一口气 没再说什么 站起来告辞了 逢月上走后 我却难得失眠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一会儿想我与太子洞房那天 太子妃是否也这般彻夜难眠 一会儿又想 太子同沈云长是怎么睡的 是不是也盖着棉被唇聊天 沈云长既然爱慕太子 又怎会甘心只做东宫里的一个花瓶 她的家世与太子妃不相上下 以后的日子 怕是有热闹了 如此胡思乱想到天明 我终于见到了沈云长 芙蓉花一般娇滴滴的女孩子 长了一张银盘式的脸蛋 给太子妃敬茶时 若有若无 扶了一下腰 我瞧见太子妃不动声色地捏紧了帕子 不知道太子妃是不是落子无悔 既然决定要嫁给太子 她早该知道会有这一日吧 我一开始以为 沈良帝会缠着太子 就像画本里写的那样 一离开太子 她就头疼 腰疼 脚疼 处处都疼 要太子在身边才会好 却没想到 除了一开始 若有若无扶了那一下腰以外 沈良帝什么都没有做 她对太子妃敬重得很 没叫太子为难半分 听闻太子妃喜欢苏州的刺绣 她请了绣娘来教 准备亲自给太子妃和太子绣一对鸳鸯成双的香囊 我去她的院子做客 十回礼 能有八回 她正在绣那香囊 沈良帝是聪慧的人 唯独于刺绣意图没开窍 为了绣那香囊 食指被刺 鲜血淋漓 也没有半分怨言 我把看到的情况给太子妃说了 太子妃丙退了下人 她轻轻倚在坐踏的靠背上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说道 本宫看清沈良帝了 沈良帝的戏做得这样足 伏低做小 等于是把太子妃架在火上烤 她只能更加体贴周全地去对待沈良帝 不然外面的人会说她不能容忍 太子妃看着心情不好 于是有一句话 我就没说出口 她没有亲眼见到那个香囊 看了只怕会更加难受 鸳鸯沾上星星点点的血迹 再好的兆头看上去 好像也不好了 沈良帝常来拜见太子妃 太子妃大抵是不想长时间同沈良帝独处 又常常拉上我 一时之间 我们三个人几乎形影不离 其实我觉得 沈良帝并非真心想来拜见太子妃 不过是太子常来太子妃处 他也跟着常来罢了 这样一来 太子每天总能跟他说上几句话 哪怕就是请安 告退 天良天衣 早睡莫饮酒 来来去去 这样几句见面寒暄的话 他也足够欢喜 鸳鸯绣好的那天 太子妃刚好被枕出喜脉 我得到消息去道喜的时候 太子妃正半以在床榻之上 她面上带着出为人母的喜悦 冲我眨了眨眼睛 好生遗憾道 阿朱 我要有些时候不能同你比射箭了 太医说 至少得等到四月份 胎相吻了以后 这句话不巧被刚进来的太子听到 他面色一沉 轻轻斥责道 就是有四个月了也不能去 你怀着身孕 去叫场比武 像什么样子 太子妃便肉眼可见得不高兴起来 于是太子便转了语气 小声归劝道 你且耐心等一等 等日后孩子生下来 咱们带他一起去骑马 嗯 还要挑选一匹小马居才好 我瞧着他们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就寻了个由头退避出来 只是临出门时 贴见桌上来不及收的锦盒 里面放着一对绣好的香囊 原来沈良帝已经来过 那些血迹都已经洗去 远远看上去 只见鸳鸯成霜 是再好不过的寓意 我往后瞧了一眼 太子仍在小声哄太子妃 他们二人 少年夫妻 情深一长 如今又有了孩子 可谓花好月圆人团圆 可看着那对曾经带血的鸳鸯 我莫名其妙就想起叫习嬷嬷曾经教我的一句话 大都好物不劳奸 采云一散流离脆 沈良帝不同于我们长鱼骑舍 她是上京城有名的贵女 执掌中愧 主持家宴 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信手拈来 她同太子自幼一起长大 没人的时候 她换太子为表哥 一句简简单单的表哥 外人听来 她同太子关系比起我们 就更尽上三分 同她娇嬷嬷的外表不太一样的是 她写得一首好字 不是沾花小楷 而是写得狂草 比走龙蛇 囚境有力 我见过她仿的骨铁 是若抽刀断水 不得不服 可见 有的人不是不会刀剑 而是以笔墨为刀剑 她进东宫以后 曾写了一幅字送给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又借花献佛 承给了皇上去看 听闻皇上看过也说好 皇后娘娘高兴 特意赏了她一方紫金宴 这方紫金宴大有来头 是前朝大家苏末用过的 同时流传下来的 还有她亲手做的一支杨豪提笔 早年圣上为激励太子用功 已经将这笔给了太子 如今时隔百年 笔宴俱在 又恰好在太子和沈良帝手里 自是传为佳话 有一回 太子妃去书房给太子送银耳羹 恰好撞见沈良帝在里面 太子妃在里面待了一刻钟 出来的时候也是言笑艳艳 只是过后 太子妃请了京城有名的厨娘来 她开始好好去学这一碗银耳羹 后来这羹 她炖得真是极好 入口即化 香甜可口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是怀念以前口感粗糙的银耳羹 太子妃变了 她是太子妃 需要处处都做得很好 她下面的良帝书法妙绝无双 她自是不能再拿夫妻之间的那点小情去说事 她不能输掉太子妃的位置 也不能输掉夫君的真心 她要能容忍 也要能服人 天一日热过一日 太子妃的身子也渐渐显现出来 她腹中是个调皮的孩子 不过两三个月大就闹得太子妃时不下咽 我瞧着太子妃短短几天就瘦了一圈 沈良帝送了很多珍贵的补品给她 可是太子妃一样也没有碰 她笑着捅我道 都是极难得的好东西 本宫吃进去 不过片刻就要吐出来 还是莫要糟蹋了 她这样说 我却觉得她到底还是不敢吃沈良帝送的东西 哪怕那些补品 太医都已经查验过 太子妃有了身子 不能与太子圆房 可太子反而比以前在她那里歇的时候还多 这是东宫里独一份的专宠 可日子不是关上门过就可以的 皇后娘娘召见了太子一次 当天晚上 太子就去了沈良帝那里过夜 沈良帝是皇后娘娘的侄女 皇后娘娘要想延续她母族的荣耀 沈良帝就必须有子嗣 太子虽早早被立为皇储 可是他几个兄弟也不是范范之辈 他日后想顺利登基 朝政之上 也少不了要他外祖父一家的助力 这样浅显的道理 连我都懂 何况太子妃呢 但凡世上女子 自己怀有身孕 被折腾得食不下咽 夫君却在另一个女人的床榻之上 我不知道太子妃如何 不过是我的话 我一定很难过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告诫自己 永远都不能对太子动情 一旦动情 万劫不复 太子也来我这里留宿过几回 太子妃孕吐得厉害 太医说 太子妃一定要多多休息 所以他手上要处理的那些事情 就暂时都交到了我这里来 要说执掌忠愧 其实沈良帝肯定是比我更合适 可是太子也不傻 沈良帝同太子妃面和心不合 那些如同暗流一样的争斗 他看得出来 他如今受了皇后娘娘的说教 去沈良帝那里休息得多些 要是再把掌家之权分给他 太子妃很难不多心 府中的琐事再要紧 也要紧不过皇孙 太子忙于朝政 回了自己的府邸 又要周旋在几个女人之间 他在我这里 其实也不得清静 因为我要问他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我远赴中原和亲 执掌后院若干琐事 很多东西拿不定主意 我不好打扰太子妃 更不好去问沈良帝 只有抓着太子一通问 太子每每从我房中出去 截下都是两天乌清 在外人看来 他一副在我这劳累过渡的样子 有一日太子本是计划留宿在我这里的 快熄灯时 太子妃突然腹中难受 他性子坚强 从不轻易抱病喊痛 太子得了消息 就临时改了主意 准备去瞧一瞧太子妃 这个时候 我拆环都已经谢了 可是太子要走 该有的礼数也不能少 我把太子送到门外 转身准备回去时 看见沈良帝提着展风灯 静静站在抄手游廊的尽头 大半夜的 他这个样子吓我一跳 我走过去 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身边连个丫鬟也没带 沈良帝笑了笑 说睡不着 出来走走 见我这里灯亮 就寻着光过来了 他望向太子离去的方向 问我太子妃是不是有什么不好 我点点头 说道 是有些不舒服 不过宫里来了太医 太子也去瞧了 应该出不了什么乱子 沈良帝悠悠叹了一句 太子妃真是命好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这话里 隐隐有恨意 不知为何 我又想起那些带血的鸳鸯 隐忍到极致 不像祝福 更像含怨的诅咒 关于沈良帝和太子的事情 我只知道 他喜欢太子很多年 她是上京城有名的才女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皇后娘娘本主义她来做这个太子妃 毕竟 未来六宫之首的位置 落在外人手里 不如落在自己亲外甥女的手里 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逢月上 家事模样每样都好 她父亲手里还有兵权 太子也很喜欢她 一副非她不娶的架势 太子妃命是很好 可惜甲之蜜糖 乙之砒霜 太子和太子妃好 对别人就不好了 太子后院的女人只会越来越多 难保以后不会有人心生疾恨 错了主意 有时候我也会想 倘若我是太子 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宠爱太子妃 可转念一想 身在太子之位 倘若连喜欢一个女人都要这般曲折遮掩 那她这个一人之下的储君 当得又有什么意思 我淡淡道 时候不早了 沈良帝可要早些回去休息 沈良帝转过头来看我 似笑非笑 她说 不过是一些厚宅的小事 人情往来 赏罚仆从 这些事处处都有的 东宫有 草原的王帐里难道没有吗 阿珠姐姐为何愚钝至此 要太子一遍又一遍地骄 我脚下一顿 平静地回她 沈良帝又为何 只能握笔 不能绣花 沈良帝只是笑 没有说话 在东宫 没有太子的爱能活 没有太子的宠爱 却不能活 我的母族远在千里之外 我又是一族人 我需要太子的宠爱 哪怕是做出来给外人看的 这就是理由 临近年关 太子妃有了七个月身孕 她腹中的胎坐稳了 孕兔的症状好了许多 人也终于瞧者精神些 太子终于松了一口气 太子的意思是 等太子妃出了月子 我再把掌家之权交还太子妃 左右也没几个月 不急于一时 我跟着府里上了年纪的 嬷嬷学做针线 得空的时候 就做一些中原的小衣服挂子 准备到时候送给太子妃 沈良帝也在这个时候传出喜讯 她腹中有一个刚满两个月的胎儿 年节的家宴 由我负责操办 双喜临门 年节又是中原最盛大的节日 为了这顿家宴 这一天我可谓拼尽全力 只是我没有想到圣上会来 他指着私服 是临时来的 太子事先也不知道 幸好菜量都够 一顿饭吃得我坠坠不安 圣上倒是没什么架子 言笑可亲 像普通人家的老父亲 席间他夸我晚宴办得不错 说起多年以前 我阿爹带我进京朝圣时 我年岁上小 扎着满头小便 腰间盘着马鞭 甚是神器 没想到如今 都能操持晚宴 竟不比中原的大家闺秀差 圣上又在笑谈中问道 太子府中两位女眷都有了身孕 何时能听到我的好消息 我心里一紧 我不知道圣上是不是在暗地里敲打 毕竟我和太子并没有夫妻之实 太子面上镇定自若 他轻描淡写道 好事不怕晚 年节之后便是春烈 太子妃月份大了 身子不便 沈良帝又怀得不稳当 故只有我一个人随行在东山扎营 这是我头一回见太子上马拉宫 他换了齐装 袖口紧束 墨发高悬 一抬手 月满闲章 三剑齐发 我素日见他温和惯了 一直以为他文弱 竟不知他还有这般利落的身手 比起我们西州男儿丝毫不差 我瞪直了眼睛 太子挑眉一笑 眉宇间鹰气勃发 他拍马过来 把手上的弓箭递给我 知你思乡心切 府里又处处居树 遇到春烈 必是心痒难耐 我已经向父皇请了旨 特许你齐烈 我心中忽然一响 再也遮掩不住雀跃 双手交叉胸前向他行礼 又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我欢喜过头 行的是西州的礼 太子自然瞧出我的窘迫 却只是笑道 马都备好了 去试试吧 自我入中原以来 从未有一日 同今天这般舒爽 马上驰骋 张弓搭建 一共列得两头鹿 一只白狐 一只野兔 还放跑一只蛇蜊 直到下马时 还练练不舍 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沸腾 这时营地已经扎起篝火 太子正和他的几个兄弟闲聊 见我满载而归 六皇子感叹道 黄嫂不愧是西州的公主 列德竟比我们几个男人还多 太子起身接我下马 谋中精亮 是不加掩饰的赞赏 一副十分自豪的样子 笑道 我们阿朱一直都厉害着呢 五皇子跟着打去 皇兄说错了 那是皇兄的阿朱 弟弟可不敢担这个我们 诸位皇子都笑开了去 太子素日是能辨的 此刻也无话可说 只摇了摇头 递过来一盘片好的烤羊腿 我默默吃着羊腿 心怦怦直跳 诸位皇子爷鱼 连同我和太子之间的气氛 也有些诡异 这样好的太子 相貌俊朗 体贴周到 能文能武 天底下的姑娘 谁能不动心 我情不自禁地想 倘若他能同我回西州 就凭借他三剑齐发的身手 我阿爹一定会喜欢他的 到那时 天地辽阔 自由自在 我们 我们该是何等的快意 可惜这时一朵火星炸开 我眼前拂过太子妃和沈良娣的脸 梦顿时醒了 生爱及生度 我不能 也不该对肖策安动心的 为君仪日恩 雾切百年身 他身不由己 他的女人那样多 我不要过为了一个男人患得患失的日子 我再三告诫自己 他只能是我的夫君 不能是我的爱人 春末 天气最暖和的日子 太子妃生下了孩子 是个女婴 起名济瑶 我头一回见太子手足无措 半点没有重男轻女的样子 只见她小心翼翼地把孩子端在怀里 像端着个聚宝盆 最后是太子妃瞧不下去 让如母把孩子抱下去喂奶 库房里的长命锁太子嫌不好 早些时候还亲自打了一个 打的时候太子自信满满 神神秘秘 谁也不让看 这时瓜熟地落 太子妃想起那锁 让太子娶出来给孩子带上 太子顾左右而言她 直言太子妃产后虚弱 把我们这些来贺喜的人都请出去了 直到后来 孩子出了月子 我去探看 太子妃把那锁拿给我看 我才知晓 树叶有砖弓 太子那亲手打的锁 只能说是有个锁的形状 同工匠镂空雕花的手艺没法比 太子妃乐不可知 血已在榻上 孝颜太子算是在这栽了个跟头 所以当日不敢见人 纪瑶出了月子 长得白白胖胖 太子爱女心切 连去书房批公务也要带着孩子 恨不能捧在掌心 我手里的事情又都交还给太子妃 闲来无事 我寻思养只小狐或者小狗 我身边的周末末随和 什么事情都由着我 只这件事 她规劝我许久 她说 在后院 长牙带力找的东西 一律不要养 恐生或端 鱼鸟我都不喜欢 最后只得作罢 寻了中原的书本来看 初时觉得晦涩 太子若来 也会替我讲解一二 便都渐渐看得通了 如此熬到祭谣百日 府里摆了宴席 自从沈良帝进府 府里已经很久没有办过喜事 这一下张灯结彩 还请了京都最有名的戏班子来唱戏 连我也多饮了两盏 变故就是在那位黎园大家登场的时候出的 台上正在咿咿呀呀 沈良帝忽然就腹痛不止 身下见了红 她腹中孩子尚且不足八月 这一下可乱了套了 血水一盆又一盆自花厅旁的天殿抬出来 产婆擦着汗出来 说只怕是不好 太医用参汤调着沈良帝的命 急切地问太子 要保大还是保小 太子妃许是习武的缘故 生产时颇为顺利 没想到沈良帝怀得顺畅 灵了却一脚踩在鬼门关上 太子罕见动了怒 他摔了撵着的一串菩提手串 喝道 都要饱 此情此景 自是没有人敢说要回去休息 每个人都陪沈良帝熬着 太子妃端了一盏热茶来 太子正在气头上 下意识就要扶开 待看清是太子妃 好歹压下性子 只是她接过茶 却没有喝 只是放在手上拿者 太子妃嘴唇动了一下 像是想催 最后却什么也没有说 如此折腾到天亮 沈良帝终于生下来一名男婴 产婆抱着孩子出来贺喜 太子问 沈良帝呢 产婆这才道 沈良帝也平安 太子闻言松了一口气 不顾满屋的血腥气 掀起帘子就往里走 太子进去了 我同太子妃也只得跟上 只见沈良帝面容苍白 汗湿的头发垂落在太子腿边 唯唯曲曲地喊了一句 表哥 我下意识就朝太子妃去看 她笑得很好 很实大体 一丝破绽也没有 太子要陪沈良帝 我同太子妃就告退出来主持外面的事情 花厅里一团乱 酒席都撤下去了 几个宫女正在洒扫 纪瑶也早被如母抱回去睡觉 洒扫的一点碰撞声 和昨夜司竹喧闹比起来 简直寂静地可怕 好端端一个百日宴 最后草草收场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 日光铺沉进来 落在我们脚下 太子妃伸了手去 似乎想接一捧日光 却又只是抬起手就放下了 这是她重新掌了后院的权以后 第一次操办的宴会 办的是她女儿的百日宴 在这一天 沈良帝生下一个男婴 太子从此有长子了 太子妃垂眸 看了一会儿掌心的纹路 然后淡笑着问我 熬了整宿累不累 我实在是不忍心 趁四下都在忙 悄悄同太子妃说 你要是实在觉得难过 可以回去休息 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太子妃摇了摇头 唇色雪白 仍勉励维持着体面 她说 没什么好难过 她的欢喜都是虚于 不过三月而逝 她却说 没什么好难过 沈良帝的孩子 启明成员 这是个早产下来的孩子 不似纪瑶一般健壮 她皱巴巴的 像小耗子一样 不过生下来第三天 就呛了奶 差点出事 成员三天两头生病 夜里又闹人 太子少不得多去看看 太子妃那边 渐渐就去得少了 当然 也不是不去 太子妃依旧是太子放在心肩肩上的人 只是同旨有纪瑶的时候相比 去得少了 再后来 成员大一些 就同纪瑶一起挂在太子的手臂上 太子倒也没有厚此薄笔 不管回府多晚 两个孩子都要去看的 有一天晚上 太子素在我这里 熄了灯 萧策安闭遮眼睛 忽然同我说 她有些累 我微微一正 而后想 她确实该累 她要忙正事 处理公务 周旋在她几个兄弟中间 还要极力避免她父皇的猜疑 她的后院人算是很少了 没有明面上的争风吃醋 全仰赖于她一碗水端平 不叫太子妃或是沈良帝伤心 一个人把自己掰成这么多半 面面俱到 谁都要累 于是我小声给太子唱了我们西州的一支歌谣 是我小时候 阿娘唱了哄我睡觉的 歌谣里 有雪山 有草原 还有一只狐狸 偷了星光 太子侧过身 静静地看着我 一言不发地听 歌谣动人 夜色里流淌 我唱完 拍拍手 在黑暗中眨眨眼睛 欢喜到 好了 睡吧 郑欲翻身 却被太子拉住 她轻轻拂过我耳边的一缕发 初时是蜻蜓点水般的一个吻 而后逐渐灼热 慌乱中我支起身子 问 你不是累 这是安眠曲 我 萧策安在我耳边滴滴笑起来 说 嗯 待会儿再睡 这一夜红烛摇晃 被浪翻涌 我同萧策安终究走到这一步 在见太子妃时 她眼眸轻轻在我身上打了个拽 然后便跟眉侍人一样捅我客套 都是女人 我敏锐地感觉出 我和太子妃中间生分了 回去以后 我在镜前坐了许久 镜中人五官深邃 皮肤是西州女人特有的牛奶一般的白皙 却梳着中原妇人的发迹 我问同我一起到中原的侍女彩云 我是不是失去了我在中原交道的唯一一个朋友 彩云回了我一句话 她是用我们西州语言回的 她说 公主 你是到中原来和亲的 我的任务是到中原来和亲 出发前 阿爹亲自送我上了马车 他嘱咐我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确保自己活得好 第二件事是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的联姻而获得和平 我要确保得到太子的喜欢 我和太子妃 早晚都是要走到这一步的 宫墙怎么这么高啊 关在里面的人 总是难见天日 等成员会走路的时候 宫里面出了变故 皇后娘娘突然得了疾病 起初只是咳嗽 不知怎的 病情急转直下 只不过三五天光景 人就撒手去了 皇后崩世 朝野震动 圣上已然年迈 不知会不会再立新的皇后 除却皇后 皇上夙日里最宠爱的是一位萧贵妃 萧贵妃也是宫里的老人了 倘若历后 萧贵妃最有可能 萧贵妃是五皇子的生母 她若为后 不知道对萧策安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那些都已经是后话 要紧的是先办皇后娘娘的丧事 丧事隆重 礼仪繁琐 太子妃首当其冲 几乎忙得脚不粘地 我问过太子妃能否帮她分担一些 太子妃说她尚且应付得过来 资历身后的周嬷嬷说 就算太子妃应付不过来 也不会叫我帮忙 上次我操办年宴 已得了圣上嘉奖 如今同太子的关系也进了一步 太子妃访我还来不及 又怎会把手里的权柄再分给我 何况是在这样大的事情上面 本朝最重一个孝字 何况是这样风雨飘摇的紧要关头 每天从早贵到晚 我自认身体是硬朗的 几天跪下来 也有些吃不消 几乎是丧事一结束 太子妃就病倒了 她晕倒在晚间沐浴前 身下见了红 没人知道她有了身孕 她的月信两个月没有来 太子红遮眼睛质问她身边的侍女 为何这样大的事情不早早禀报 请太医来问问平安麦 侍女支支吾吾地说 自从生下纪遥 太子妃的月信就一直不准 太子妃自己也没当回事 太子妃何等身份 她不当回事 你们也不当回事吗 太子气急败坏 下令仗责了太子妃近身的侍女 那是太子妃陪嫁的丫鬟 等太子妃醒来 行已经行完了 她的贴身侍女或许这一辈子都要拨腿 太子妃和太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他们是关着门吵的 没人敢上前去听 但仍然能听到茶壶摔碎的声音 后来太子把太子妃宫里的下人全部换了一遍 太子妃小产 太医说身子必须养好 否则以后再难有孕了 处在太子妃那个位置 无论如何都要生下一个男孩的 于是 掌家的拳又暂时落在我头上 我去看过太子妃 她坐在床上 正在端向双腿之上横着的一把红鹰枪 见到我来 她叫我把枪放到墙角去立好 她说她拿不动了 她肉眼可见地变得瘦削 未竖发 一双毛子雾沉沉的 和我记忆中那个马场一起比射箭 灿烂若玫瑰的女子 判若两人 我劝她 孩子总会有的 她还年轻 只需要把身子好好养一养 至于这枪 等身子恢复过来 自然轻松就拎起来了 太子妃就笑 那笑容十分讽刺 她说 月上中天人尽望 相思千里梦难通 月上 她的名字 只是我不知道太子妃为什么突然念了这样一句诗 又为什么像突然老了十岁 太子妃再有孕是在两年以后 这期间 我也生下了一个女孩 起名华光 东宫进了两个新人 一个叫苏明熙 是苏州制造家的小女儿 一个叫顾怀裕 父亲是苍州太守 聚封了梁园 苏梁园年岁上小 爱玩爱闹 还硬拉着我偷偷打了几把叶子牌 顾梁园倒是个不爱笑 也不爱见人的 除了请安 甚少出门 太子妃给他们两个立完规矩 各自赏了些绸缎和珠差 沈良帝又生下了一个男孩 叫成景 太子西夏南丁尽数出自沈良帝 算是保全了他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他人温婉 从不百嫁子 对太子妃又很是敬重 荆中权贵圈里都对他评价很高 只是她去拜见太子妃时 总爱不经意提起和太子相处时的一些小事 太子妃表现得视若无睹 毫不在意 我觉得这些东西早就伤害不到她了 她再也不是那个睡不着觉 抱着其合 深夜来找我说话的姑娘 太子妃这两年瘦得厉害 这一台怀得不容易 成堆的不要灌下去 才勉强保住太 即便如此 她仍强撑者 牢牢掌着女主人的权 没有再分给任何一个人 太子现今后院来得不多 她本来就不是重欲念的人 即便来了 这些一宿 那些一宿 主打一个羽露均毡 真要论起来的话 我这里 她来得居然还算是最多的 我们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各自占据半张床榻 各看各的书册 互不打扰 反倒是太子妃那边 她只在初一十五固定的时候去 我不知她们缘何 身份至此 但我知道太子妃仍旧是太子最爱的女人 有一回太子去南方震灾 回来的时候身上就有些发热 她没有惊动任何人 半夜我起来给她用湿帕子擦身 她迷迷糊糊握住了我的手 嘴里在叫太子妃的名字 等到秋意最浓的时候 圣上驾崩 太子登基 太子妃为后 沈良帝封了淑妃 我封了昭妃 苏氏封了贵人 故事封贫 封浩珍 皇宫比起东宫 一样是一眼望不到的宫墙 没甚区别 无非更大些 那御花园 我去走过几次 初时还算新奇 走得多了 乔者也没意思 华光倒是很喜欢去那里玩 他刚学走路 正是爱出门往外跑的年纪 我一直自认是个身子好的 纵马二百里也不在话下 却在华光这里摔了跟头 陪他学走路一天 比驯服草原上最烈的马都累 有一天 我实在忍无可忍 冲萧策安发了脾气 我抱怨 我腰疼腿疼抱孩子 抱得连手也疼 萧策安就笑 他一边给我揉腰 一边说 要不然再生一个 大的带小的 我就不累了 他说的什么浑话 我跳起来去打他 被他轻轻松松避过 红蓝杖里抖落一地月光 半夜我口渴 爬过萧策安那边 准备去找水喝 他被踩到了 不大高兴 嘟囔了一句什么 拳着被子往床里一滚 我赤脚站在床边喝水 看他歪起扭巴的睡姿 惊觉日子好像忽然有了点岁月漫长 老夫老妻的味道 毕竟我们洞房那天 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 盖着棉被纯聊天 各自睡得规矩笔直 我以为日子要一直这样慢悠悠过下去 只是没想到 皇后难产了 他素日事情多 走动不够 饮食上又多用不善 到生产的时候就出了岔子 我得到消息急急而去的时候 萧策安已经在了 太医跪了一地 各个面露南色 淑妃隐晦地朝我地了一个眼神 大意是皇后不大好 孩子的头卡住了 再拖下去 恐怕大人小孩都有危险 但是孩子生出来的部分已经可以看出 这是个男孩 我朝得敌长子 宫女端着热水进进出出 每换出来一盆血水 萧策安的眉头就更皱紧一分 萧策安死死咬着牙 他同怨症艰难地吼道 抱皇后 无论如何保住皇后 余光里 我瞥见他藏在袖子里的手 在轻轻颤抖 这个从来不动如山的男人害怕了 他甚至没有说什么 大人小孩都要保的话 他几乎请客之间就做了决定 他要保住他的月亮 与此同时 屋里传来皇后撕心裂肺的一声 不 旋即响起婴儿啼哭 孩子生下来了 萧策安顺时松了一口气 命运似乎总是格外厚待他 上次沈良帝也是这般万分凶险 最后母子平安 然而没等他露出笑颜 屋里又传来铲颇的惊呼 不好了 皇后娘娘血崩了 逢月上不成了 他流了那样多的血 神仙来了也难救 所有人都以为 他最后的时光要同宵侧安说话 我们都自觉退到殿外 没想到他点了名要见我 满屋浓郁的血腥气 我走进去时 下意识不敢发出声音 我怕脚步声惊动了皇后 她像个破碎的娃娃一般 再也经不起一点风浪了 我和逢月上确实生过嫌隙 可真论起来 却也不是什么大仇 生死面前 好像一切都忘记了 时空倒转 犹如又回到我刚进府那天 她握着我的手问 会不会耍九节鞭 皇后躺在床上 神色很是安详 她问我 是个男孩 我点点头 是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她道 这个孩子小名长安 往后就寄养在你的名下 还请你多加照顾 我大惊失色 这是嫡长子 将来要继承大统的 我是一族人 他怎能寄养在我的名下 顿了顿 我握着他的手 忍着眼泪道 你的孩子你自己来养 我最多帮你养一个月 等出了月子 你的身子就好起来了 皇后摇了摇头 她轻轻叹道 好不起来了 再说了 那个位置 能继承就继承 不能继承便罢了 找个情投意合的姑娘 欢欢喜喜过完一生 不好吗 好啊 自然是很好 这个孩子的父亲 萧策安 他又何尝不想这样 他短暂地做到过 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是 他既是天下共主 又如何能万事随心 太难了 他唤我 赵妃 架子后面的暗阁里 有一些书信 你替我烧掉 那书信厚厚一打 最下的那些已经发黄 该是放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到信封都是一样的款式 据是她的娘家 郑国公府寄来的书信 只是不知里面写了什么 冯月上在最后的关头也要记着销毁 大抵是看出我的疑虑 冯月上说道 你拆一封看看吧 拆人私信 怎么想也不该 冯月上又说 我母族长兵权 我与母族书信来往过密 有谋逆之嫌 今日请你代为烧信 来日若是出了什么事情 总不能牵连到你 你随便拆了看吧 他说得有理有据 我也实在好奇 便从中选了一封拆开 只看了一眼 我便正主 前半段都在叮嘱他不可放肆 要牢牢记住天家的礼仪 后半段催促他赶快生下嫡子 算算日子 那时沈云长也才刚进府 我难以置信 顾不得许多 又拆了几封来看 内容大同小异 只是时间越往后 书信里的用词越严厉 说他不通为妻之道 拢不住萧策安的心 置他小铲时 书信里说他 无用 甚至 郑国公府曾考虑过再送一个女儿进宫 这样厚得一打纸 这般不堪 难怪要烧掉 我握着那些信纸 哑声问 他们就这样待你 冯月上道 你既然看过了 就烧掉吧 拜托不要让皇上知晓 这些年冯月上瘦得厉害 我一直以为是他情深不瘦 想不开 后宫里的女人四五个 只会越来越多 她的阿郎破了昔日的山盟海誓 却没想到 她的母族在背后 竟然还给了她这样大的压力 她得有多痛 万般悔恨怜惜涌上心头 我伏在她的床头 哽咽道 你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皇上或者告诉我宫里面的太医不好 我们西州还有乌医 医术好得很呢 我替你请来 你且撑一撑 撑下去又有什么用 还不是过一样的日子 老实说 我一点也不想做什么皇后 宫里面的女人 我一个都不喜欢 我讨厌不得已的贤惠 萧策安我以前很喜欢的 后来也不喜欢了 赵妃 阿朱 我好像很久没这样叫过你了 其实我也不喜欢你 因为你分走了我夫君的宠爱 可是除了你 也没别的了 沈云长 我更不喜欢 多讽刺啊 我到最后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下辈子再遇见你的话 我们不要嫁同一个人了 我们去骑马 做朋友 一段话 她说得直离破碎 毫无章法 我却听得气不成声 冯月上的同人已经涣散 大概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 我问她 你还要见见她吗? 冯月上的神色又清明几分 约末是在想 她是哪个? 想了话 她说 不见了 萧策安的月亮 她的发妻 中原的皇后 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句话时 不见了 若是重来 还是不要遇见为好 冯月上走了 每一个人 包括我 都是杀死她的刽子手 萧策安 绰朝三日 守在棺果之前 滴水未尽 没人能劝动她 去睡一会儿 我到这时候 终于知道他们当年争吵的真相 萧策安指责冯月上 活人的身子怎么也比死人的丧事重要 既然觉得身子不适 为何不去休息 反而一称到底 以至于小产 太子妃则认为 那是她东宫之位最不稳当的时候 她一定要帮助她 稳住太子的宝座 他们立场不同 萧策安爱惜她的身体 太子妃爱惜她的虔诚 萧策安觉得即便如此 太子妃也能把手里的事分给两个良帝做一些 太子妃责备太子不懂她的难处 诸多事情掺杂在一起 最后造成了那次争吵 萧策安同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再也没有当年她三见其出的意气风发 她随意坐在地上 眼角生出细纹 我说 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女人会像她那样一心一意地爱你了 或许来世 你们不生在皇家 做对平民夫妻 花好月圆 萧策安笑得惨然 她说 我们不要遇见为好 我付她良多 若有来世 我自是不会再去找她了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步开始错了 这一对眷侣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后卫空旋 宫里的飞瓶也少 桑期将过 就有大臣上了折子 希望萧策安重新责定一位皇后 再选些合适的秀女进宫 说是选丽季后 其实也没什么人可选 我是一族人 自然排除 宫里有人望 又有资历的 只有淑妃 沈云长膝下两位皇子 若为季后 太子之位落入谁家 还真不好说了 毕竟他的成员是长子 萧策安很快给出了答案 他给逢月上的孩子起名成绩 虽未明说 但谁还不知道季字的含义 另一边 半年过后 封后大典开始准备 只等遮心后 一册封 便开始选秀 继后人选自是淑妃 当年 若是杏树下萧策安没有接住逢月上 也不会生出后面这许多事 他早该是皇后了 等了这么些年 也终于算得偿所愿 大典上的礼服已经送去给他试穿 眼瞅着他要熬出头了 没想到宫里进了刺客 刺客士君失败 仓皇逃至后宫 天子的羽味一块砖一片瓦的搜查 找到了刺客 也找到了另外一些好东西 他们从淑妃的宫里搜出一个人偶 上面写着先皇后的名字 宴圣之数 宫里的尽数 倘若说萧策安有什么逆临或者心结的话 绝对是冯月上 沈云长这一下算是结结实实撞了上去 慎行司关押了淑妃的心腹 问出来 其实当年皇后难产 也并非就是要吃那么多补药造成的 是沈云长买通了太医 故意说他脉相虚弱 刚好冯月上又被母族逼得太紧 故才食用了大量滋补的饮食 以致难产 最后是萧策安亲自审问的他 他们谈得很快 约莫一刻钟 我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外面的台阶上晒太阳 紫禁城的风从来都没有停过 再好的太阳也晒不进来 我能想到沈云长要说什么 她的委屈 她的不甘 还有她的绝望 那样处处完美的一个人 是家贵女的典范 天只能伏低作小 去嗅什么鸳鸯 她率先生下两个儿子 到头来也没什么用 冯月上 冯月上 萧策安只知道冯月上 她恨 即便那个女人死了 她也还是恨她 她用她刀锋一般的笔画 去写她的名字 诅咒她 死后也要不得安宁 她是教养那样好的一个人 恨到极致 丢了圣贤书 唯信鬼神 我晒着太阳 周身止不住地发冷 皇宫时是天底下最大的囚笼 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去处了 萧策安原本打算把沈云长发配到冷宫 可是念及她的母族 最后只是夺了她的位分 把她迁到了最偏僻的宫殿去 可惜沈云长到那里的第一晚就自呛了 萧策安没有致她自呛的罪 本朝吴太后 宫里位分高的妃嫔仅我一个 冯月上死后 她的长安和纪瑶都是由我在照料 如今又添了成员和成景 成员已经知识 到了我这里 也不曾哭闹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成景却每日都在同我找她的母妃 我一个人 名下五个孩子 还要代为执掌后宫 即便有如母帮忙 也是每天忙得手忙脚乱 有天晚上 我把几个孩子安顿睡下 正坐在镜前卸拆环 打热水进来的侍女 突然发出尖叫 一盆热水洒落在地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屋里一处角落 有个人影 我辨认了一会儿 然后吩咐侍女都退下去 走到那处角落 半蹲下去 问 你怎么还不睡 成员说 我睡不着 睡不着 你喝养奶吗 成员摇了摇头 我瞧出这个孩子有心事 就带着她到架子上 取了一本游记给她看 成员抱着书册 随意翻了翻 我坐在一旁 静静地把散落下来的头发 编成两条辫子 过了一会儿 成员突然问我 我的母妃是坏人吗 我想了想 说 不是 你的母妃能写世间第一流的书法 倘若她是男儿 定是当事大家 可他们都说我母妃是坏人 害死了皇后娘娘 她只是太想要某些东西了 以至于走错了路 她不是坏人 我蹲下来去看成员的眼睛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你要记住一句话 岂能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再往后 我假意称病 请真嫔协礼后宫 我自己则是空出时间来去陪这几个孩子 我带着他们做弓箭 除了最小的还不会走路的成绩没动手 华光和季瑶两个女孩也一起做了 两个女孩做箭矢 成员成井负责做弓弦和弓辈 身在皇家 我晓得她们将来一定要争夺皇位的 但在此时此刻 我想告诉这些尚且稚嫩的小鹰 无论她们的母妃曾经有过什么恩怨 但她们永远血浓于水 是手足之亲 谁离了谁都不行的 来年春日 宫里进了一批秀女 大部分姑娘都重归重举 只是没想到 郑国公府真的送了庞芝的一个女儿进来 眉眼与冯月上十分相似 我身处后宫本不该干预前朝的政事 但是对郑国公府 真是实打实的恶心 肖策安叫那个姑娘抬起头来说话 这人一动起来 就更相像了 特别是手上那些细微的动作 几乎与冯月上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面无表情地喝了一口茶 也难为郑国公府用心 可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姑娘与冯月上越像 肖策安越不会留下她 我太了解她 她的月亮 她只会留在心里缅怀 最后这一批秀女里 共有五人入选 都是性情模样鼎鼎好的 皆出自有宫之家 后宫又重新热闹起来 真嫔虽然是个不爱笑的冷性情 但打理起内务来 一丝可以挑剔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年 肖策安去她的院子次数也不少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身孕 连和她一起进府的苏氏都生下了一个男孩 真凭素日没有事情的时候 喜欢画竹 住的地方也种满了竹子 我一直以为她就是单纯喜欢竹子 直到后来 有一回彩云和我说起 这届春围放榜 状元郎一改往年那些老头 乃是个十分俊俏的少年 虽然只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 仍掩盖不了其绰约风姿 听说不少世家都有意同她接亲 那状元郎名叫木修竹 苍州人士 我本只当闲谈 听到那状元郎的籍贯 忽然心头雪亮 差点摔碎一个茶盏 苍州 同真品是同香 彩云吓了一跳 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 直到手滑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人生在世 总是难得圆满 我在心里叹了一叹 想起真品这么多年来的郁郁寡欢 只希望是自己想错了 宣和三年 萧策安立牌众议 立我为后 是本朝第一位义族皇后 册封的诏书上说我敬慎居心 九十功为 真敬持功 克赞功勤 这几个字太大 我总担心自己撑不起来 往后二十年 我居中宫 主内制 靠的就是这十六个字 未曾有一日松懈 宫里面的人来来去去 风雨不止 我送走过很多野心勃勃的人 也亲自挑选过很多娇艳如花的女子进来 到最后 兜兜转转 发现身边只剩下一个萧策安 她也老了 她逐渐变得沉默 杀伐 多疑 喜怒不行余色 越来越像她的父亲 高处不胜寒 后宫新人很多 但萧策安还是最常来我这里 或许她也觉得 和那些娇滴滴的花朵在一起 趁得自己不再年轻 我专宠二十年 外人称赞 地厚情深 只有我知道 我从来不敢真正去爱她 我见过逢月上的血 绽放在身下 能打湿三层厚的棉被 人身上一共那么多血 全都流干净了 这就是爱上一个帝王的下场 身在后卫 我同我阿爹阿娘的信件 同西周的一切联系 都是主动先拿给萧策安过目的 我见过天底下一切贵重的珠宝 却只怀念草原的牛羊 四十五岁那年 我身子不大好 是一半生辰宴的时候 我亲手养大的六个孩子 祭遥、成员、成井、华光、成继 还有我后来生下的成宗 全都从封地回来了 他们全都长成大人 各自有许多忠心追随的下属 我晓得 他们背后为了争夺地位 私底下都是有些行动的 但在此时此刻 他们跪倒在我的病榻前 一起送上来一份生辰的贺仪 那是一副弓箭 一副一起制作的弓箭 二十几年过去 他们因为我的不久余人事 又重新聚在一起 亲手做了一副弓箭 我很是欣慰 总算没白交 这副弓箭 我是喜欢的 但不是我最想要的 直到萧策安进来 他带来了一支锦盒 然后叫他的儿女们都出去 一看到那支锦盒 我就知道 锦盒里的东西是我最想要的 里面有一件鲜亮如火的大红旗装 上坠金色铃铛 是我们西州的衣裳 我出嫁之前最爱穿的 可惜后来 我学中原的规矩 穿汉人的衣裳 读《京石子集》 学《孔梦之言》 世人称我贤后 没有人记得草原上的那颗明珠 四十五岁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 身材也不苗条健康 可是 我终于又一次穿上我的火红旗装 腰锤马鞭 万玄金灵 鼻尖嗅到青草香 耳边响起出嫁之时的驼灵 叮当叮当叮当 水耳总一 我手苁咳当叮当叮当叮动